希望這一次的課程 能讓大家 真的是 輕鬆 安定 而歡喜 那 這一個月這四堂課 關於微魔經與心靈環保 除了 序論跟結語之外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從微魔結經裡邊 根據師父 的演講 的內容 我們把他整理的三個主題來跟大家報告 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從微魔經 來談心靈環保的內涵意義 以及 心靈環保的實踐方法 和心靈環保的修行次第 大概是 這幾個主題 是我們 這四次的課程 要跟大家談的 那首先 我們今天 先來講 虛論的部分 虛論的部分 有三個重點 先談 今天 世界的環保議題 既然講心靈環保 好嗎 其實環保 這一個 議題 是 20世紀 中 以後 好 好 在 這個 世界上 很多的人 很多的國家 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首先 很簡單的 來跟大家介紹 今天世界的這個環保議題的相關的一些 資訊 資訊 然後 在進一步談 聖言法師 的心靈環保 簡單的介紹 然後 再介紹 《威魔節經》裡邊 有它的環保的觀念 是什麼 這個是 在 序論裡邊 要談的三個主題 首先 我們來看看 今天 世界的這個環保議題 關於這個環保 這個 這個名詞 好像現在用的很多 但是 關於這個環保的問題 其實 大概在 1962年的時候 一位美國 的 海洋生物學家 這一位 這個 Rachel Carson 是嗎 這個 這個女士 她 寫了一本書 叫做 《寂靜的春天》 S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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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寫這一本書 1962年 這一位 美國的海洋生物學家 Rachel Carson 寫了《寂靜的春天》這一本書 之前 她已經是一個 非常有名的 這個 海洋的生物 學家她寫了 好幾本 關於海洋 生物的著作 而且她的文筆非常的好 好 好 那所以 引起 美國 還有世界很多的人 重視到海洋保育的問題 但是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從 美國的馬州 一個國家公園 一個管理員 也是一位女士 寫給她一封信 告訴她說 國家公園裡邊的鳥 死了很多 很多的鳥都快要絕種了 那 根據她的觀察 是因為 當時大量使用DDT 大家有沒有聽過DDT 我們小時候 這個 她這本書是1962年寫的 我們小時候 台灣都還是用DDT 撒蟲劑 對不對 後來現在大家也知道 都全面禁止了 對不對 但是就是在 在 1962年之前 這一位女士 收到了這一封信 因為她是一個 已經非常有名的 生物學家 所以她就 跟很多專業的人 的科學家聯繫 找到了很多的數據 證明了 真的是因為DDT的關係 所以使很多的 昆蟲 還有很多的生物 很多的鳥類 因為使用DDT而死亡 所以她就 但是她的呼籲 都沒有人理她 更糟糕的是 那些生殘 這些農藥的 那些企業 都大力的在 抨擊 這一位女士 那 她就決定用文學的手法 來寫 這個嚴肅的議題 因此她寫了這一本書 極靜的春天 那 第一章 我們就看到她講 這個 美國的一個鄉下 哇 每到春天 蟲鳴鳥叫 這個在我們台灣比較難想像 好 如果大家有在 這種 北美高緯度地區生活過的人就曉得了 為什麼 他們四季分明 當春天來的時候 最 最早 最早的花 就叫迎春花 好 那個 那個 那個花 會飄 飄 它的那個 那個叫 那個叫 類似 那個 會到處飄 好 然後呢 那個鳥 迎春鳥是什麼鳥 你們知道嗎 最早出現的鳥 布骨 對 杜鵑吧 就是 胸部是鑽紅色的 我曾經在美國過過一個從冬天轉到 春天的季節 所以我就很了解 很知道 那個 你從冰天寫地 忽然 這個 開始萬物 復甦 的那種感覺 好 不一樣的 所以它這個寂靜的春天啊 它從這裡開始 然後 跟大家講 你能想像有一天 春天來的時候 靜悄悄的感覺是什麼嗎 這靜悄悄的感覺 絕對不是 很美喔 而是 從鳥都 沒有了 那是什麼感覺 好 所以 它從 它用文學的手法 來談這個 嚴肅的議題 那因為這本書出版了 當時的美國總統 從甘乃迪 看到了 因此 美國就 因為這本書而成立了環保部門 好 而且在 這個 在聯合國 也到1972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 人類環境 要不 它就有發表公告了一個 人類環境宣言 那美國也 開始禁止使用DDT 我們現在應該 大家對我的印象嘛 從小時候用 大量大家都在用DDT 到後來 不准用了 就是這個 原因 也就是說 這本書 在世界上引起的 很 大的回響 讓人們開始注意 我們 在我們發展 農業 甚至 到後來發展工業 的過程當中 跟環境之間的 人類的生存跟環境 之間的關係 那1972年聯合國 發表了這個 人類環境宣言 然後 這個都不是 當然 就是說 我現在舉出來 不是說有什麼 後面這個不一定有什麼 因果關係 而是 到了1989年 這個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 重要的問題 就是科學家發現南極 的臭氧層 破了很大的洞 那他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造成臭氧層破洞 因為 有一種 這個 好像 浮氯碳的 這種 這種 這種化學物質 讓 臭氧層破洞 那臭氧層破洞 有什麼問題呢 科學家推論 是因為臭氧層破洞 南極的臭氧層破洞 所以造成南半球 雨量 增加 所以 雨量太多以後就會水災 很多對不對 所以 就開始有這個蒙特羅的 保護臭氧層的 寫的意定書了 好 到了這個 1994年 聯合國 就 制定了一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在這個公約之下 就是開始制定一些 所謂的 意定書 很有名的 這這幾年 從 2005年到 2012年有一個 所謂的 京都 意定書 這個主要是 關心到 這個 溫室效應的問題 二氧化碳 排放 造成 地球溫度過高 一直 地球溫度一直上升的問題 這個都是影響氣候 對不對 那這些問題 喔 我們看到人類很多的努力吧 不過這兩天 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很不幸這兩天我們又發現 北極的臭氧城 破了一個 大洞 有五個 加州那麼大 你們知道美國的加州 美國的加州是長條形的 在美國的西岸 好 這 好像昨天的新聞 或是前天的新聞 我們才看到 這樣的新聞 科學家們發現 北極 臭氧城 破了大洞 全球性的氣候異常 我們其實已經很 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吧 那有這麼多 這個其實還比這個更多啦 那這個京都一定輸 2012年就 就到期了 在2009年 聯合國 好多個國家 又已經 他們已經又簽訂了一個 哥本哈根協議 要取代這個京都議定書啦 就是等 這2012年之後 就另外還有一個 哥本哈根協議 好 但是事實呢 我們看到 以京都議定書為例吧 美國是京都議定書的 發起國之一 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簽 到今天都還沒有簽 京都議定書 你們知道嗎 就是說 即便是簽了 京都議定書的國家 他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沒有減少 沒有 所以在 這個美國前任的副總統 高爾 他卸任以後 競選沒有當選以後 他不是從事 他就是從事環保的運動 他在 這個 他的一篇文章就談到 他就細細的談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 這過去在20世紀 中葉以後 如果從1962年算 以來 做了 人類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但是實際上 對於環境的破壞 的速度 並沒有減少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改變 這個是 今天 人類面臨的很大的問題 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是 比方說 今年 日本 的 核能事件 我當然很明顯的感受到了 對不對 但是 比方說蒙特羅保護 臭氧層 異定數 這裡邊 他 要改變 他認為 對臭氧層有害的 是什麼東西呢 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 我們大量用在 本來用在冷煤 我們的冷氣 我們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 就是 冷氣機 電冰箱 冷煤 裡面就要用那個東西 還有我們的保麗龍 都要用那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說 那個不行對不對 所以我們冷煤也在 也在所謂的環保冷煤 替代品出現了 但是這些替代品 我們現在的科學家又發現 他雖然 不會 被 到上面去破壞臭氧層 但是 在 這個 低壓底下 就分解掉了 但是呢 人類長期暴露在這些 替代品裡邊 也造成很大的問題 比方說酸魚的問題 又是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好像 人類在關心這個問題 除了 像美國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簽訂京都議定書 你們知道嗎 他們 即使總統想簽都沒有辦法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國會通過 才可以簽 但是國會呢 他們呢 他們不同意啊 他說 這個會影響美國的經濟 除非 要有一種 跟 那種 已開發國家跟未開發國家 或是正在開發中的國家 他都 簽同樣的一個議定書 是不公平的 這個也就是說 本來他是 這個 像 他們這些工業大國 他們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呀 對不對 但是他們 怕他們不要簽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會影響他們國家的經濟 所以 大家在考量的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每一個人 就是說 人類做了這麼多的努力之後 但是 效果並不顯著 為什麼 所以如果 一味的只是 我們說 大家來 簽約 發誓 好像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作用 那這些議題裡邊 永遠都有兩種 兩種說法 有正反兩面的說法 有贊成的人 有反對的人 那所以 我們就眼看著 對不對 在1989年 就開始 開始 開始已經生效的 這個蒙特羅 議定書 保護臭養成 結果 南極的臭養成 有沒有修復 不知道 北極的 臭 北極上空的臭養成 又破了一個大洞了 好 那 什麼溫室效應 根本就沒有減少 是不是 那 這個什麼 北極 南北極的冰 就一直溶掉 對不對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大 環境裡邊 就是 世人在重視環保 這個 議題 裡邊 佛教 到底 可以為環保這個議題提供什麼樣子的 幫助呢 佛教的智慧 對 我們這個世界 環保的議題 到底有什麼 幫助呢 所以我們就看到 師父 提出的所謂 心靈環保 所以師父的心靈環保 其實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談出來的 大家應該 就可以多一點了解 師父心靈環保的這一個 這一個 理念 在 西元2000年的時候 正式在聯合國世界宗教 即精神領袖高峰會議上提出來 那當然 心靈環保 最早提出不是 不是在這個時候 但是他正式向世界 宣 提出來 說 可以從這個角度 來 來討論 對 這個環保 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其實是 師父呢 就在這 這個2000年的時候 到聯合國去演講嗎 他提出了這個觀念 那 那 接著的 幾次的 這個 領袖 世界宗教 對這個問題有幫助呢 有貢獻呢 那就是我們師父 在他 這個晚年 做的最大的貢獻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所以 所謂的心靈環保 可以簡單的講 他是 全人類超越自我的心靈提升運動 師父認為 是透過心靈環保 才可能 解決 環境 的問題 社會 人類 因為不同 種族 不同 信仰 不同的 利害關係 所帶來的衝突 除非 是 每一個人 他能夠超越 自我的心靈 那 那些問題 才可以解決 那所謂超越自我是什麼意思 從世間來講 超越自我 好像是 今天比昨天的我更強嘛 但到底什麼更強呢 科學的研究 不夠強嗎 武器也好 殺蟲劑也好 對不對 要談 用怎樣最低的成本 達到 最高的效用 但是 帶來人類很多的災難 對不對 所以超越自我 還是要了解到 就 佛法所說的 超越自我 師父 所說的超越自我 師父說 所謂的超越自我 不僅僅是要超越 人我 對立的自我 還要超越 全體 統一的自我 所謂 人我對立的自我 其實這就是世間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把自己跟別人對立起來 那這就是所有的鬥爭 的開始 小到家裡 當我們自己把 太太跟先生對立起來 對不對 或是我們當太太的跟婆婆對立起來 當婆婆的跟自己的媳婦對立起來 這就是 最小單位的 最近距離的對立 對不對 那種族的對立 不同信仰的對立 這個所謂的 貧富的對立 勞資的對立 這都是人我的對立 有沒有可能超越 除非我們可以超越這種對立 那才代表 我們的心靈 得到了提升 但是不僅僅是這樣的對立 要 要能夠超越 還要能夠超越全體統一的自我 這是什麼意思呢 從小我 剛剛人我對立的 自我其實是小我 全體統一的自我是大我 這大我 就一個不同的層次 擴張嗎 是不是這樣子 從 從小我擴張成家庭 擴張成 民族 擴張成 國家 對不對 擴張成 人類 那跟什麼 跟 生物界 跟動物界 對立起來吧 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這幾天的報紙 印度 發生的事情是 現在 在過去幾年我們已經不斷的看到這個報道 就是 大象 大象 去跟人類的這種衝突 就是大象 去 去 搗毀 人類的 這個 這個 田地 甚至 房子 但是這兩天呢 我們看到 印度的大象跟人類的衝突 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呢 大象 大象 大象群把全村毀滅 然後 把人吃掉 大象本來是不會吃人的 大象是很溫馴的 但是 他們的衝突已經 但是大象的記憶力又很好 好 好 所以這個衝突已經到 其實看到這個報紙 講到這個 新聞 是 真的是心疼 好 為什麼在印度會這麼樣的嚴重呢 因為他們過度的開發 然後大象是那麼大型的動物 他們沒有地方生存 那非洲 的河馬 不但把船弄翻 弄翻不就也就好了嗎 回頭再把人都殺死 為什麼 就是 就是這個 人跟動物之間的衝突 已經到了讓 這些 本來他們 他們這些都不是肉食性動物呀 是不是這樣子啊 怎麼會 弄到變成這樣子呢 但是如果我們都還 不能 正視這個問題 反省這個問題 對不對 很多的人聽到這種 這種新聞 可能直接只有一個反 反應 那還不簡單 把他們全部毀滅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就是 人 為本位 對不對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一般世間的狀況是 這樣喔 就是 這個是從 這個是比較擴大的我了 對不對 在宗教上的表現呢 宗教上的統一的我 那更大老 是不是這樣子 宗教上的統一的我 當這種宗教上的大我 本來 大我出現的時候是可以包容 一切對不對 但是一旦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上帝跟我的上帝 不同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就可以綁上炸彈把他家都炸毀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也是 所以說 這個超越自我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自私自利的小我 不可取 擴大的大我 傷害力可能怎樣 更大 而且我們還可能更理所當然 對不對 這更理所當然了 自私自利的小我 我們還容易 覺得 這 不對啊 不好啊 是不是這樣子 當他被擴大成 大我的時候 那這個問題 他的傷害力可能就更強 更難你察覺這樣有問題 所以師父這裡的所謂超越自我 他是 是不但要超越人我對立的這個小我 還要超越全體統一的什麼大我 那個這個才算是 我們的心靈提升運動 也是心靈環保 的很重要的 觀念 那這樣的心靈環保主要他是可以 哎 為什麼變成 豆腐如此 這樣的心靈環保 主要他是 他的目的是怎樣 是能夠 為一切眾生 帶來 健康 快樂 平安 很簡單 就是這樣一個 應該算是 很平凡的 目的吧 怎麼樣能夠讓一切眾生 都健康 都快樂 都平安 一點 這是師父說的話 我記得我聽 我第一次聽師父講這樣的一段話 就是讓 自己 健康 快樂 平安 也讓 所有的人 健康 快樂 平安 師父要還要我們大家 跟他老人家一起唸 大家有沒有 參 剛好 那個是 在 新年新春拜年的時候 師父在 法谷山的大殿 我記得那一次 師父還要 他說 來 我念一遍 你們跟著我念一遍 這就叫做心靈環保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 一個願景 卻那麼樣的難以達到 大家不覺得嗎 這只不過是要讓一切眾生 健康 快樂 平安 你們的網路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吧 我還以為 沒有放乖乖 聽說那些機器上面都要放乖乖 他們才會乖乖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所以 就是 講起來實在太簡單了 對不對 簡單到 讓我們 忽略它 但是 我們卻 看到 我們現在想要氣球 能夠健康 能夠健康快樂平安的過日子 是多麼的困難 對不對 我們只不過我們不過才 我們不是已經吃了三十年的說話劑嗎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 怎麼個健康呢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 整個本來是 本來是 增加 我們的生活品質 或是 或是 來保護我們的 這種 農產品也好 房屋 也好 各類各樣的 娛樂設施也好 在現在 隨時它都可能會出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這麼簡單的 一種 希望 我們很難達到 所以師父要登高一呼 要這樣子 這個 從有發古山以來 不斷的呼籲 不斷的帶著我們 要怎樣來 推動心靈環保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只是口號 而是 這個三十年來 師父帶著我們 而且師父具體的 提了 所謂 以新武士來完成 四種環保 的這樣的 所謂 新武士完成四種環保的社會運動 這就是師父 師父在全球的環保議題裡邊 提出根本解決之道 心靈環保 然後要怎樣能夠達到 心靈環保的這個 理想目標 師父要是有配套的措施的 以心靈環保為主軸 以新年環保為主軸 然後呢 配合著生活環保 禮環保 還有自然環保 就構成了所謂四環 四種環保 對不對 所以這四種環保 這四種環保到底是 什麼意思呢 這四種環保 我們來看看 那裡的word檔可以讀了嗎 一個說ok 一個搖頭 不能讀 對不對 所以網路上的人看不到 這個超連結 沒有關係吧 那就聽 用聽的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人是 我們 法古山的 菩薩嘛 所以自然知道 師父說的四種環保 環保是什麼意思 如果 沒有接觸過也沒有關係 上我們全球資訊網 裡面呢 都有很多關於 四種環保的資訊 大家就可以從那裡看到 所謂心靈環保 其實它是怎樣 是 主要是 出發點是 認為 環境 的污染 主要是人的 造成的 是人的行為造成的 對不對 但是人的行為 要 改善 卻是要從心 著手 是因為 是因為心 是因為我們的人的心 我們的觀念 不正確 才會有錯誤的行為 才會造成 環境的污染 環境的破壞 對不對 所以 所謂的心靈環保是 從這樣子的觀點 主張環保必須從心靈的進化 做起 所以說 所謂心靈環保 就是要保持 我們心靈環境的純淨 以及安定 這是心靈環保 那搭配著這個心靈環保 我們 透過禮儀環保 來落實 這所謂的禮儀環保 是 還是一樣 還是要建立 正確的觀念 怎樣的正確觀念呢 負責任 敬義務的 正確觀念 那透過 這種有責任的 這種 敬義務的觀念 他是透過我們的 行為 我們的起心動念 我們所說的話 的內容 態度 表現出來的 所以是 所謂禮儀環保 就是 用我們的行為 用我們的語言 用我們的心態 讓他能夠 合乎禮儀 然後再來進化我們自己 增進我們的品格 促進人際之間的 這種 融合 因此而 保護了我們 社會環境的祥和 以及安寧 這個叫做什麼 禮儀環保 因為 因為 推動禮儀環保 那可以 讓我們的社會 環境得到祥和 跟安寧 那 生活環保呢 生活環保 其實是 要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養成 簡卜 整潔 少育 知足 的這種 生活習慣 那透過這樣的生活習慣 當然就可以 怎樣 保障 我們的 生活環境的 清靜跟 安康 不過度浪費 也就不會 也就有很多 不必要的消耗 自然就沒有了 我經常講 我們小時候 現在我們剛過完中秋節 不久嘛 對不對 小時候過中秋節 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是全家 坐在院子裡 把月餅 柚子 好 然後 我們那個小鎮上 有一個 有一個人 從年輕 到 年紀大 他 背著 一個架子 手 拿著一個 木造的 這個 這個應該叫做什麼 木造的 盒子 裡面放著兩種 甜點 一個是 麻糬 一個是 力道昏貴 有沒有聽過 這東西 你們知道那什麼東西嗎 透明的 用 透明的 然後 那個是 QQ 不算QQ 有一點 脆脆 水水的 他就賣 賣這兩種食物 那都是大街小巷 叫賣 我的 父親 在 每年的中秋節 一定會跟他 買 幾個 所以 這個除了 中秋節除了月餅之外 一定有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 讓我是比 月餅更期待的食物 所以我才形容得 這麼 這麼仔細 好 然後呢 大人們就剝柚子 柚子 柚子要好好的剝 然後就可以拿來當帽子 對不對 然後就 真的是賞月 然後全家就 大人們講講故事 對不對 那秋天的風 秋天的夜晚 涼風徐徐 那個 感受到 全家 在一起 那種 也許 也沒有說什麼話 但是就感受到全家 在一起的那種 感覺 很好 好 因為其實 在我這個年齡的台灣 就是經濟 逐漸起飛的時代嘛 對不對 這大人們 還是都忙的 不見得是 能夠像這樣跟孩子們在一起的 那尤其是中秋節 也就特別特別 是 就是 團圓的 日子 團圓的感覺 還有 除夕嘛 對不對 除夕一定要圍一個火鍋 在最中間 成幾何時 台灣的中秋節 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 變成烤肉節 真是一點情趣都沒有 對不對 對這跟吃素沒有關係啦 吃素的人那你也可以考 素考 但是 那一個 那個行為本身 就一點都沒有 美感 不是嗎 而且在那裡 考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忙 對不對 就是弄得 你看吧 我剛剛形容那個 古代的中秋節 對不對 那個東西 其實你知道我們 中國在 我沒有仔細研究 但是起碼我知道 起碼在唐朝以前 其實宮廷 的正式的宴會 都是沒有湯湯水水的 都是乾料 乾果 那 如果有肉 它應該不是都是素的 其實有肉也是什麼 肉乾 都不是這種 弄得這樣子 那是一點情趣都沒有的 這是不曉得是 這個 中國人的節日 為什麼會過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生活要怎樣怎樣 回歸 簡樸 清淨 整潔 好像現在很困難 對不對 因為像這樣的習俗 就一下子就被廣告 這個你們知道其實這個都是因為產品廣告 來的吧 我說我們這次 這個網路上 好像 都沒有像其他 前面幾個月這樣子 很努力的激發 這個什麼 Email 廣告 你們還知道要來上課不錯嘛 呵呵呵呵 好 這個現代的活動就是要靠廣告 只是這個廣告 所以廣告可以轉變整個生活方式 讓大家 趨向於 這種 這種的消費行為 改變大家的消費習慣 好 那這個 我們要保障自己生活的 環境的清淨跟安康 在現代 不容易 所以怎樣回歸簡樸生活 變成一個 嚴峻的問題 所以師傅講心靈環保 就搭配著 禮儀環保 生活環保 然後 再 另外再提出 自然環保 這自然環保就是 所有的生命 主張所有的生命跟資源 其實是 共融共存的 是相互依存的 當我們資源耗盡了 我們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脅 是不是這樣子 那 所以要怎樣保護生命 減少對自然環境的污染跟破壞 師傅說其實這是保護我們自己 但是 可惜多數的人都是 短視 我們講短視 盡力 對不對 就沒有辦法 所以 師傅他說 他主要是提倡什麼 護生來代替 放生 自然環保 就是護生 的觀念 珍惜 自然的資源 然後建立正確的生態保育的觀念 到現在佛教還是有人 大量的在放生 其實那樣的放生是污染 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愛惜 生命 不是真正的 珍惜 我們的 這種環境 所以 自然環保 透過自然環保來保全 我們的生存環境的平衡 跟暗示 這個是師傅 透過這四種環保 來 達到 心靈 這個 以心靈環保 為核心 來達到 讓一切眾生 都能夠 怎麼樣 快樂 都能夠 健康 快樂 平安 這種 理想的 願景 能夠真的可以實現 那 除了四種環保之外 師傅又提出了心五事 用五種方法 來完成四種環保 的這種理想 那 五種方法 就是 視安 視藥 視他 視感 還有視福 透過他 透過這五種方法來完成 四種環保 所以師傅的整個 這個環保的理念 他是非常完整的 這種 這種 除了 他不只是 一種理想 不只是一種觀念 其實還搭配著具體的方法 這四種環保的 所以這四安 是 什麼 是哪四安呢 四安 是什麼 安心 安身 安家 跟安業 師傅說 這是提升人品的 方法 提升 人的品質 的方法 安心 安心 怎樣才能夠安心 少欲 知足 就能安心 最大的不安心 來自於我們貪囚太多 師傅說如果我們能夠少欲 知足 我們的心 就經常能夠 能夠 是 保持平安的 那安身呢 安身 主要在於 勤勞 節儉 勤勞 身體才會健康 對不對 那節儉呢 就 不會匱乏 所以說 安身主要是 要養成勤儉 的美德 一種勤儉的生活態度 安家呢 家庭要怎樣才能夠平安 互相敬愛 夫妻 互相敬愛 父母 子女 互相敬愛 子女 對父母 要好像 供養 諸佛 一樣 父母 對子女 要像 母雞 保護什麼 小雞 那樣子 這個就是相互敬愛了 互敬互愛 家裡就平會平安嘛 對不對 這聽起來都是老生 常談啦 但是 實在 不容易做到啊 家就不能安啦 是不是這樣子 那要怎樣安業 整個 經濟 海嘯之後的 各國的經濟 現在已經不是 我們台灣 還真是寶島 不論是美國 無論是歐洲 其實 經濟問題都很嚴重 那 失業的問題 也很嚴重 那我們 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全球的環境中 要怎樣才能安業呢 還是要掌握住一個正確的觀念 就是奉獻 從事任何工作 我們要抱著奉獻的心 而不是怎樣 這個 這個叫做 蹭金 論量 金金 計較 那這個 就拿你安業了 現在 我聽以前 幾年前聽 這個 人家在談 現在的年輕人 找工作 第一個先問 你給我什麼福利 你給我多少薪水 對不對 而不是先問說 我 能夠 我能夠 貢獻什麼 我能夠對 這個公司有什麼 貢獻 有什麼奉獻 好像不是這樣子 先 你先說說看 老闆你先說說看 你給我多少福利 好 好像是這樣子 那就是 所以說 這個奉獻的觀念 才是安業的什麼 根本 我們 做各種行業都一樣 上班是這樣 做各種行業也是一樣 要有奉獻的心 好 這是釋安 釋藥呢 是 自求平安的主張 透過釋藥 釋藥是哪釋藥啊 需要 想要 該要不該要 對不對 那 需要的 不多 想要的 太多 這個 我們 就不能平安了 因為 不斷的向外追求 是不是這樣子 啊 能要的 該要的 才要啊 如果不能要不該要的 那你要了 就不能平安了 一定是這樣子吧 那 這個是釋藥 釋他呢 是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是解除困境 的方法 非常重要的方法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這個釋他拿出來 我說經常問 是他 最難的你們覺得是哪一趟 面對他 遇到了啊 最難的其實就是接受他啦 我們千難萬難 我們就是不肯接受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從不接受出發去處理問題 對不對 不接受 然後處理問題 不管怎麼處理都會留下後遺症 其實 接受了 去處理 跟不接受 去處理 不一樣耶 對不對 接受他去處理 在接受的當下 其實就無所謂放不放下的問題了不是嗎 已經接受了你要放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關鍵其實是接受 我們整個 整個 比方說剛剛講那個DDT的問題 其實 為什麼要大量的使用DDT 因為 農產品 農夫們覺得 因為都是這些 這些昆蟲 吃了我的龍作物 對不對 然後讓我這個龍作物 欠收 賣相不好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想什麼辦法 把這些昆蟲消滅了 他們不來吃我的這個東西了 那我就可以 我就不用損失嘛 對不對 我們想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接受 我種的東西 要被 被 蟲鳥 吃掉 的這個事實 所以我從不接受出發 我去發展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對不對 然後 問題是解決啦 好像解決啦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市場看到的 農產品都美美的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 但是 結果呢 你看這個連鎖環境多麼嚴重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這樣 剛剛在講這個環保議題的問題嘛 是不是 好 然後 臭氧層為什麼要破一個洞 結果他們又一直追一直追 因為你 因為你們要吹冷氣嘛 好 那這個冷氣的冷媒嘛 對不對 說吹冷今天說開冷氣的是我 那個 好 那個冷媒裡邊 這個 這個 冷卻劑 揮發出來的那個氣體 他就會破壞臭氧層 那因為我們不接受嘛 我們不接受天氣這麼熱 我想辦法怎樣 改變他 他就成功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維持恆溫 定24度 他就一直保持在24度 我想我們好舒服啊 對不對 結果 北半球的臭氧層 破了一個 五個加州大 的洞 所以 眼前我們解決的問題了 好 好 那你以為說 那我放下啦 我不就本來很熱 現在不熱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就放下了 好 就是這樣 你放下什麼呀 是不是這樣 我們沒有看到更大的問題在後面 沒有 我們看不到 那超過我們的什麼 超過 超過我們的 智慧 我們沒有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深廣 的智慧 所以 所以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怎麼去 佛法講了這麼 多的道理 其實關鍵 是讓我們 怎樣去 認清楚 實相 怎樣 去懂得跟眾生 分享 怎樣 能夠了解 相互 相互 我們 個人 跟 全世界 跟一切的眾生 乃至所有的環境 息息相關的關係 透過這種 智慧的觀察 而真的可以接受 因緣 所限的一切的現象 但是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就急急忙忙都在處理 結果處理出一大堆問題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 人類用的方法 好 好 那這個 五種 方法裏邊的第四種 是四感 那 是透過感恩 感謝 感化自己 去感動別人 用好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來感化自己之後 然後 因此來感動別人 感恩感謝 我們的一切 對我們的 有幫助的人 事物 感恩感謝 能夠感謝 對我們 傷害阻礙 的人事物 那透過這個四感 就可以 跟人 相處 和樂 真是不容易啊 好 這沒有一點 講起來都很簡單 都是老生常談 但是要做起來真是不容易 一想到這個不容易就快要不敢來上課 沒有一點做得到的 好 四福 知福 習福 賠福 跟縱福 那 透過這樣子 才真的能夠有福 人 說台灣 台灣看起來 在全世界各地 台灣是有福 有福的地方 因為台灣人真的是 懂得習福 也懂得賠福 真的喔 這是比較極的 就是說懂得習福 懂得賠福的人 很多 如果這個 良好的品質 慢慢改變了 這個福報也就會被我們 怎樣用完了嘛 這個是 好 這以上是 這叫 五種 這個五種 方法 這五種方法 各有四句話 四句話 五種心法 五種可以改變我們的觀念的心法 各有四句話 四句話 所以叫做心五四 那是屬於心法 可我們可以改變我們 拿來改變我們觀念的五種方法 所以叫心五四 好 所以 師父是透過這個心五四 來達成 心靈環保 的目的 心靈環保 又是四環的核心 而整個 四種環保 就 透過 這五種 心法 可以完成 這個是師父 所說的心靈環保 好 這個 這樣子 整個 就完成了 師父心靈環保的這個 理念 剛剛 跟大家 介紹了 當前 從 20世紀中葉以來 世界的一些 相關的環保議題 從 這個 全球的環保議題裡邊 我們就 知道 師父 為什麼要提出 心靈環保 的主張 而同時我們也介紹了 師父對於心靈環保這個主張的 完整的配套 透過 五種 心法 心五四 來完成 四種環保 的理想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維摩經的環保觀 那 維摩經 這部經典裡邊的環保觀念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 維摩結經這一部經 的 開端 之所以會有 維摩結經這一部經 主要 的原因 這個 我記得我們在 這一個系列的 課程裡邊的第一次 維摩經以 福會雙修 一開始就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維摩結經這一部經 之所以會有這一部經就是因為有一位年輕人叫做寶基 這一位 這一位寶基菩薩 跟平常 他帶著500位 年輕人 這500位年輕人 就是他們當時有一個居士團體 平常一起 在共修學佛的 學佛的人 500位 寶基 菩薩跟 維摩結居士 都是 這個學佛團體裡邊的 成員 那 結果有這麼樣的一天 寶基菩薩 跟他們這些同修道友500位年輕人 一起去 拜見佛陀 釋迦牟尼佛 那 見了面之後 獻上了 他們對佛陀的 這個 所謂 深夜的供養 恭敬的 禮敬佛陀 口夜的讚嘆 然後呢 還獻上寶蓋 500位 年輕人都準備了 這個傘蓋 在印度 這是一種 送禮很重要的禮物 印度很熱 就是那個閃就是像我們的什麼 陽閃 可以遮陽用的 那這500位 年輕人獻上這個閃蓋 撒那之間 在天空合成一個 大閃蓋 就是整部 這個 這個 《維摩節經》 有很多這種神通變化 那 寶基菩薩 就代表 向佛陀發問了 他問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 這500位 年輕人 我們都已經發了 阿紐多羅 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 簡單的講 就是已經都發了菩提心了 發菩提心是什麼意思 我們以前講過了吧 為了 利益 眾生 願 努力的 學習 成就 跟佛陀一樣的慈悲 智慧 跟願力 這樣的 發這樣的心願 立定這樣的志向 就叫做發菩提心 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 立志要成佛啦 這叫發菩提心 立志成佛 為什麼要成佛 我經常講 成佛不是說 我知道了 那以後可以 在 上面給大家參拜 這個 這個不是 不是為了這個目的 要成佛 是為了怎樣 是為了要 利益眾生 當我們想要利益眾生的時候 我們又發現 我們的智慧不足 我們的慈悲心不夠 我們的願力 不能持久 也不夠大 所以 還好 還好有佛陀作為我們的典範 所以我們要學習跟佛陀一樣 跟佛陀一樣的慈悲 跟佛陀一樣的智慧 跟佛陀一樣的有那麼樣的 大願力 跟持久的願力 這個叫做發菩提心 要了解這個意思 菩提是覺悟的意思 就是 覺悟跟佛陀一樣的 的 道理 要跟佛陀一樣 那樣的利益眾生 這個叫發菩提心 好 寶基菩薩就跟佛陀講 我們這一群人 都已經發了這樣的菩提心了 但是 那請佛陀能不能給我們開示 我們要怎樣 才能夠成就 淨土 就是 用現代的話講就是 要怎樣 才能夠建設 淨土 唯摩結經這一部經就從這裡開端 佛陀為他們開示 所以 佛陀的 針對寶基菩薩 這個問題佛陀的開示 佛陀怎麼講呢 佛陀的開示有很長的一段 其實我們在這個系列的第一 第一期的課程 唯摩經以佛會雙修 就 以這一段為主 來跟大家講解 就是若菩薩 就是若菩薩遇得淨土當淨其心 隨其心淨 則佛土淨 這個是 整部 唯摩摩結經 就從這裡拉開序幕的 那也正因為 他們這一個 居士團體 我剛剛不是講的嗎 唯摩結居士 就是他們這個居士團體裡邊 的 導師 老師 老師 但是 他這一天卻沒有跟著大家一起來 拜見佛陀 所以佛陀一定會問 那唯摩結居士呢 生病了 所以就開始要什麼 所以佛陀要派弟子去怎樣 探病 對不對 所以整部唯摩結經 其實就從這裡拉開了這個序幕 對不對 好 那 這一句話 我們把它揭露出來的這句話 其實就是唯摩結經的環保觀了啦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也知道為什麼 師傅要說 要解決 20世紀 人類 一直在談論的環保問題 必須 從新 改造起 的這個根據所在了吧 唯摩結經就是這樣說的啊 所以師傅說 其實他說的是 他是根據什麼說的 他是根據 佛陀的教法說的 佛教的經典本來就是這樣講的 早在唯摩結經裡面佛陀已經這樣開示了 想要 成就淨土 環保 不就是要成就一個淨土嗎 一個適合 人類居住的淨土 結果我們現在慢慢也在發現嘛 原來適合人類居住 那 這個環境 也要適合所有的眾生 怎樣 生存 眾生 這個環境眾生不能生存 人類也怎樣 也沒有辦法生存啦 只是早晚的問題而已啊 是不是這樣子 那 所以說 要有 要得到 一切眾生 都可以生存的這樣的 這樣子的 淨土 那 要從什麼開始 從淨化我們的心開始 就是剛剛師傅講的話嘛 要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 先要改變人類的行為 人類的行為要改變 先要改變我們的觀念 先要改變我們的心 對不對 不就是這句話嗎 菩薩遇得淨土 當淨其心 所以其心淨 則 佛土淨 這可以講是 就是維摩結晶的根本的 環保觀 那 所以 歸納起來 其實 就是 心淨 不二 的環保觀 這是佛教 最重要的智慧 我記得我們在 第一期的課程 也介紹過 維摩結晶的特色 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不二法門 就是維摩結晶的特色 對不對 不二 這個不二的觀念 用在 現在這個環保議題上面 我們現在就要知道了 這個不二是什麼不二 我們的心 跟靜 是不二的 這不二的意思是什麼 心 跟靜 當然我們不能說 這是 同樣一個東西 不是吧 心是心 環境是環境 對不對 但是 雖然不是同樣一個東西 卻是 卻也不是 完全 不關 完全不相關的 兩個 獨立的東西 它是 這個兩個是什麼 它是相互影響的 這個叫 不二 就是心不能離開靜 靜也不能什麼 離開心 這個叫不二 所以這裡的靜 跟心 那這個靜怎麼講呢 包括 我們的 從我們個人來講 那就包括我們的 我們的心跟靜之間的關係 這個靜指的就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行為 對不對 這是心跟靜的關係 我們的心跟我們的 這個身體 跟我們的行為 是怎樣 不能 是 不能 離開的啦 是 相互關聯的 心 影響 身 影響 行為 行為 跟我們的身體 也會影響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心 相互 依存 相互 影響 好 那心靜不二這個靜 除了個人的身形之外 還包括什麼 眾生 的身 眾生的 身體 眾生的行為 也是相互 關聯的 這個 在 《華原經》裡邊有一個批譽非常的好 第四天 有一張 這個 網 像 魚 像捕魚的那個網 那每一個網 的交叉點上 這個網不是有 網眼嗎 那這個線的交叉點上都是一顆一顆的明珠 這一顆一顆的明珠呢 同時映現 所有其他的明珠 所以其他的任何一顆明珠上 如果有一個污點 那每一顆明珠都會映現 那個 污點在那裡 所以 用這個來批譽什麼 這一切 世間的一切 一切眾生 一切事物都怎樣 息息相關 他用這個重重無盡的因緣網 來說明 人跟人之間 人跟萬物之間 人跟環境之間 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裡的靜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除了我們個人的這個身形之外 還包括眾生 眾生的身形 還有乃至我們那以生存的環境 都不能相離的 所以是從這樣的觀點 那佛教 肯定 心 的進化 觀念 的改變 那就會影響我們的 行為 就會 我們剛剛不是講 師父講是感 大家還記得吧 感化 跟感動 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用佛法感化了自己 一定也會感動一切的眾生 因為 我們跟一切眾生的關係 就像剛剛講的那一張 那一張網一樣 那一張 這個 那個叫什麼網 陰陀螺網 就那一張陰陀螺網一樣 息息 彼此 回應 息息 相關 對不對 我們進化了 就會映現到 眾生的 心中去 對不對 眾生終將會被 我們的進化而什麼 感動 所以師父 那個 大家不要小看師父講的那個 什麼 五種心法 那每一種都是從佛法淬煉出來的 然後只是配合這個 剛剛已經 介紹了吧 配合這個 半世紀以來 大家 熱衷的問題 然後給他 講 用現代的 名詞 讓大家能夠用上手 然後來呼應 現代的主題 不管 各位法師 或是各位菩薩 現場的 網路上的 我們要牢牢記得師父跟我們講的話 師父 說 一個好的 宗教家 眼光 要遠大 為什麼 你才能夠跟時代 相呼應 那提出 時代需要的 觀念跟觀點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看到師父 這個三十年來 為我們講的 其實就是正好 從二十世紀跨越到二十一世紀 人類最需要的東西 是我們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東西 你看 那這個他的跟 師父的 根據是什麼 現在也很清楚的看到 師父說 法古山的理念 提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這樣的理念 其實就是根據 微摩截經 心淨 則佛土淨 這樣的理念來的 但是我們就要進一步 他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進一步了解他 所以我們必須上課的原因其實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不進一步去了解他 背後的理論 那這些就變成口號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用他真正來怎樣 轉化 我們的心 來 變成我們的行為 的依據 那我們的行為不改變 只要我們的行為不改變 這些話 是不是口號 跟師父 講的人其實沒有關係 是因為我們讓這些話變成口號的 因為我們就聽了 我們就練了 但是我們就沒有把它做出來 那這些話 對我們來講 這些話都是口號 是不是 那師父完成他該完成的 那再來 師父的呼籲 真的會不會對21世紀的人類有貢獻 那再來要靠誰 你可不要說 靠師父成願再來 師父是會成願再來 但是 我們每一個人真的都有責任 我是相信師父會成願再來 我是相信師父會成願再來 但是可能還要等個20年吧 總得讓他長大呀 是不是這樣 那但是這20年呢 辛五四早就被我們丟掉了 四環早就不見了 對不對 那 那 那 不過還好他自己有輸啦 所以 其實我想 我們在這裡 開 這樣的課程 然後講 師父的 著作的導讀 我想 就是 其實是真的希望 我們能夠 用我們的生命 把它實踐出來 那這個才 真的可以把這個法 延續下來 所以 維摩絕經 的環保觀 心靜 不二的環保觀 從個人的心 到個人的 行為 到眾生的 心 眾生的 行為 到 我們 所有的眾生 所賴以生存的這個環境 它是 不疾不離的 不一不二的 這個都是 這個是 照書念 但是 用現普通的話講就是什麼 息息 相關的 現在 已經 科學的理論 這幾年在流行的 所謂的混沌理論 是不是 巴西的蝴蝶 展翅 然後 會怎樣 北京會怎樣 北京會刮風 是不是 你會打噴嚏 更嚴重你可能會下雨 這樣有沒有可能呢 有可能的 這就是 一張陰陀螺網 息息相關 沒有 沒有哪一個點是例外的 這個就是 心境不二的什麼 環保觀 好 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在 第一期的課程 曾經把這個次第 講出來 所以其實 所謂 微魔經的 心境不二的環保觀 可以講 它還是有一個這樣的次第的 心境 行境 眾生境 佛土境 心清淨 行為清淨 身口的行為清淨了 身口意三頁的行為清淨了 然後 眾生 也清淨了 剛剛講的 感動 感化了自己 感動了 一切眾生 那眾生也都清淨了 自然而然 佛土就會怎樣 清淨了 人間淨土就會實現 所有 環保的理想 在這個時候 才真的可能 實現 那在 那在 在 在 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曾經講了 歸納了13個次第 三個階段 十三個次第 這個 這裡不能再講了 然後 那個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到 維摩經 以福慧雙修 師父把他分成三段 成就初級智慧的階段 耕耘無盡福田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成就圓滿智慧的階段 那就是 成佛的 成就跟佛一樣的圓滿的智慧 最圓滿的智慧 無私的慈悲 最大的願力 都在第三個階段完成了 好 那這三個階段 又分成13個次第 這個是經文 在維摩結經經文裡面 整理出來的 執心 從執心開始 然後發行 然後得身心 一條符 你看這是不是 所謂的心清淨 我們大家在想 什麼叫心清淨呢 我們說杯子 髒了 用洗碗精給他洗乾淨 那心 要怎樣清淨呢 總不能到洗碗精進去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心淨 在 維摩結經裡面 在這一段 聖言 佛陀 釋迦牟尼佛講 心淨則國土淨的時候 其實他是 是很具體的講 這個心淨到國土淨之間的次第的 他說先要有執心 這個執心 因為這一段開示是對誰講 你們說 對 寶基菩薩 跟寶基菩薩一起來的 500位 年輕人 對不對 然後這500位年輕人都已經發了 阿六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這個執心就是發菩提心 在這裡他就是已經發了菩提心了 那 那有了菩提心之後 而且這個已經是怎樣 這個菩提心很堅固了 正直 這個這裡的執心就是說 他對他自己所發的這個心怎樣 很誠實了 非常的 非常的怎樣 好 那這樣子 有了這樣的心了 不再 閃失了 不會偏掉了 那 之後就會發行了 就會去做 跟菩提心相應的 種種修行了 六度萬行嘛 我們以前都講過 對不對 好 那你實際去修行之後 得身心 這時候 對於 佛陀的教法 對於怎樣 能夠 讓菩提心實現 越來越怎樣 肯定 越來越 確認 這個就叫身心 好 那有了身心之後 就一條幅 這時候整個心怎樣 這個心 你 信心越肯確 我們的心就怎樣 就 違背這個 信心的 違背這個 我們的 觸發心的 的這種 煩惱 就不會再起來了 通常我們 這個信心還不堅固的時候 我們會動搖 對不對 隨便遇到一個挫折就動搖了 好 一定要努力 對師傅講的真好 孤城孽子的心總是有 我媽 師傅不在了 我們要負擔起 這個 這個 要什麼 延續 正法的決心 對不對 結果 來當義工 一天 一到一點 法師給你一個臉色不好看 你就下次不來了 同主的義工 對不對 的做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怎樣 不來了 結果 發菩提心的第一條叫做 眾生無邊 事願肚 結果 我們馬上 就被山下的雲雲眾生肚走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就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這個義條幅 真是不容易 對不對 這條幅我們的這種 自我中心的執著 不容易的 調幅之後才可能怎樣 才可能如說行 這時候 義條幅之後 這個煩惱 起碼扶住了 還不是斷喔 不是斷 就是說有力量怎樣 把他 先 安撫住了 那起碼不讓他 影響 我們當前的 這種 這種 抉擇嘛 我 每個禮拜三 準時 要打開這個什麼 網路 上課 對不對 這 有這個決心了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三兩下 有種種理由 這一天 反正沒關係 YouTube還可以看嘛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那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我們 沒辦法 我們 不要講 這如說行本來是如佛所說而行 我們想要如自己所說而行 都不容易 還要如佛所說而行 這沒辦法 要如說行 這時候是什麼 行徑 對不對 我這個為什麼會弄得這麼花 就是顏色區分 網路上的 網路上也可以看到嗎 也可以依序看嗎 好 然後 如說行之後 就會有功德 就會 所謂的功德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不要去想像 那是我投資100塊 可以賺 200塊 那這投資的報酬率是多少 好 我是不會算啦 但是 這功德 在佛法裡邊 它是一種 透過我們的修行 然後 產生了 幫助我們達成 目標的力量 這個就是功德 透過我們的實踐 修行 而有了 能夠幫助我們 達成目標的這種力量 那就有功 那這叫做有功德 那我們個人透過這個 執心 發行 得身心 一條符 這個整個其實就是 靜心的過程 是不是這樣子 就淨化我們自己的心念的過程 那終於能夠 如佛所教導的來實踐修行 那就會有了什麼 有了一點 功德 那這個功德 拿回家 那只能自己享用 那如果我們把它 奉獻出來 布施出來 跟一切的 眾生 怎樣共享 這個叫回向 所以回向 基本上 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 回向給一切眾生 一個是 回向給 自己的 本 本事願 本願 我們本願是 這裡 在這一個修行過程當中 我們的本願是什麼 菩提心 菩提心 我們不是 這個 這個 整個 整個 這一段話 從 發菩提心拉開這個序幕的 對不對 所以 就說回向給我們自己的本願 讓我們不忘初衷 所以說 回向是 回向 成佛之道 回向 一切眾生 把我們這個 修行實踐的 這種 這種 功德 這種 成就 理想目標的力量 跟一切眾生 分享 這叫回向給一切眾生 那 把這個力量呢 回向給 自己的 初衷 初心 讓自己怎樣 不忘初心才可以怎樣 繼續 往前走啊 對不對 所以 回向眾生 回向 成佛之道 回向 成佛之道就是菩提心嘛 好 那能夠回向之後 要回向給一切眾生 要跟眾生分享 修行的 功德 那 為了跟眾生分享 必然就要有什麼 方便 有種種善想方便啊 要不然你想跟眾生分享 眾生就不領情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影響不了他呀 是不是 你感動不了他 因為你給了人家不需要 你感動不了他 所以方便是怎樣 是了解眾生的需要 恰到好處的 把 這個 佛法的好處 跟他分享 因為到這時候我們有能力分享啊 因為我們知道 佛法的好處是這樣啊 那 有了這個方便 能夠真的感動了眾生 那就能夠成就眾生 所以這眾生因為 為 菩薩修行菩薩道 有了功德 菩薩透過心境行境的過程 有了功德了 然後 又能夠回向 又能夠 教化 又能夠感動眾生 所以眾生就因此而能夠怎樣 也身心清靜 所以這叫 成就 眾生 他也跟著我們 來修行了嘛 所以他也進化了他的身心了嘛 這就是眾生 清靜 那成就了眾生之後 才能夠什麼 佛土靜 是不是 尤其是在這個全球的環保議題之下 這個我根本就不用多說 大家就能夠了解了吧 絕對不是我們自己 你說好 我這個不用那個不用 我最環保 但是環境不會因為 我們一個人這樣做 他就真的可以改善嘛 是不是這樣 就是要整個全球的人類 都共同有意識了 有共識了 然後這樣實踐了 但是他是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佛土清靜了 佛土靜 表現 在哪些 方面呢 在這個清靜的國土裡邊 絕對不是只是 說 這個世紀 已經不再像現在這樣子 語量不是太多 就是怎樣 太少 不是只是這個 自然環境的問題 在 在這個維末節經裡邊 他講了四點 來說明 佛土 佛土靜 的狀態 在這個 清靜的國土裡邊 所有的人 他們的 這個 他們的 他們都有共識 他們的共識 就是所謂的說法靜 這個說法本來是有說的人 有聽的人對不對 那個說聽 都清靜的 都能夠 就是他們達成的這種共識 都是 就是 如果一切眾生 能夠獲得利益的話 能夠得到 什麼 師父講的那三句 健康 快樂 平安 這個 大家 所想的 所講的 都是 怎樣 讓一切眾生 都能夠 都能夠 快樂 都能夠健康 都能夠 平安 這個叫 說法靜 你說的 聽的 看的 到處 大家都同意 而且 就是這個樣子 沒錯的 有達成什麼 共識 說法靜 智慧靜 為什麼能說法靜呢 好 那這時候 這時候的心靜 是 智慧清靜 心 才是究竟的清靜 徹底的清靜 是在這個 靜佛國土裡邊 真的清靜的佛國土裡邊 他必然是 大家有 一樣的 清靜的共識 有 一樣的 無我的 清靜的智慧 具有 清靜的 這種 共識 有清靜的智慧 這個時候的心 當然是最清靜的 這個心 就是佛的心 那心靜 一切功德靜 不管 想什麼 做什麼 都是清靜的 這個 世間 不再受到破壞 不再受到污染 一切眾生 和樂共生 但是他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來的 這個是 就是我們早在 第一期的課程 就已經介紹過了 這總共13個次第 剛好也就是 微魔經 所謂的環保觀 心靜不二 的環保觀 心跟環境 心 我們的心跟個人的行為 個人的行為 跟眾生的 心 眾生的行為 息息相關 跟環境息息相關 要環境 能夠 沒有污染 能夠淨化 那必然要 從 所謂的 心靜 開始 而這個心靜 執心 發行 得身心 一條幅 行靜呢 如說行 能回向 有方便 因此能夠 成就眾生 眾生清靜 佛圖才清靜 那佛圖清靜 可以具體的 講佛圖清靜的 內容 是什麼 後面的這四點 其實是 說明 這個清靜的佛圖 他會展現什麼樣子 好 所以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目標啦 因為這個我們在 《維謀經》 與福會雙修裡面已經講過了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再多講了 簡單的 作為這一期課程的開場 我們也深刻的了解到 佛教的環保 其實是從心靜開始 《維謀經》裡邊談這個整量進化國土 他有非常非常好的主張 我們有關於從心靜到佛圖境 在 我們這一期課程 當講到 心靜環保的內涵 意義 以及 我看看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進一步來跟大家介紹 關於這個 《維謀經》對實現淨土的主張 會把 《維謀經》裡邊 世尊的開示 給大家做一個整理 好 那 今天的時間 已經 到了 希望 有引起大家一點點興趣 下個禮拜 我們繼續 跟大家介紹 關於 心靈環保的這個 內涵意義 下禮拜再見 下禮拜再見 提供 平均 上禮拜